大魔王用他的魔法 把金卡夫变成了黑天鹅 独自美丽的黑天鹅 享受了自己的遭遇 这是一所被诅咒了的学校 只要你在这个学校被某人诅咒 那么你就会 昨天艾尚哥在这里出事 瑞斯白在这里又出事了 又死了两个人 吊 我觉得 倒吊 然后给他撞下来 如果你看到这一段文字 代表同学都慢慢变异成 校园怪谈中的怪物了 这边有怪物 我们就没有吧 一转眼看到一个 是不是被诅咒了 我们应该是要找到 破解纵咒的方法 这是囚禁房吗 好多写手印啊 这床都不会写代表的意义 是什么 这就是施法现场 不要还先进入夜间自行事 小心再远出路来 你这段说的真的是滴水不漏 感觉像练习过的一样 大飞蛾 大白蛾 小柔 我是一个孤儿 其实 我小时候是在小星星福利院 好 孤儿是我呀 我为什么会喜欢她呢 九黑痘痘是她的标志 我是九粒黑痣 哈哈哈哈 我只是她的地带币 亲浅的一个关系 她今天慢慢对你 这种谅心的已经 她已经不喜欢你了 哦 她喜欢你啊 小柔啊 小柔啊 大烟火 小柔 加油 小柔吗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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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啊 对你来说我只是一个提线木 我想逃 我逃不出去 我真逃不出去 我后脚跟着进去 竟然这里面轰不定 你不知道这个门会带你去哪啊 啊 你是谁 你干什么 热义的 怪物们还在吗 啊 他出来陪我 啊 要白 啊 白哥 真的害怕 我会掉进毛科 各位老板 行行好 不然我就唱 有个大安的好 非正常出席 下期活动之 英俊 非得呼 现在正是开言 亚要征服英俊少年 用不同的语气喊他 你怎么换衣服了呢 把翅膀给折断了出发的天条 所以我被点为凡人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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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视听凡人 哈哈哈哈 是怎么回事 这条 四脚 平脚扣 我是他整个脏啊 这 你要褲子脏了吧 脸红了啊 那边土 那为什么这么脏 还有事业呢 哎 我们这么近 不会一眼就看穿了内心吗 你在怕什么 你在害怕什么 我们要讲证据 这个逻辑没有支撑 有什么证明 不是 与自败 那你有什么证明 证明就是 但是肯定有关联 不对 我和他无仇无恋 未必要杀 非常可行的一个说法 忙前忙后的 小柯南 你为什么马上就认为 我这是对的了呢 你是不是 也是特别聪明的 一种凶手玩法 这件事情说来话的 就比较长了 坐下说